12月2号 Zara创始人囤积780亿房产 那Zara创始人如何开始炒房 等等相关的话题 是登陆了微博热搜 起因的是在11月的第一周 一位83岁的西班牙人 用近3.76亿欧元的价格 是悄悄购买了美国西雅图的办公楼 这本是一个微软联合创始人 保罗艾伦持股公司旗下的物业 那我们说到的这位西班牙老人 正就是世界服装的一个 富甲之列的人物 那他也是快时尚巨头 Zara品牌的创始人 阿曼西奥奥尔特加 那过去18年 这位服装业的巨富 是显露出了对于地产的浓厚兴趣 那法新社最新的报道就称 截至2018年底 其房地产投资组合的价值总计 是近100亿欧元 2018年他仅是租金收入 就达到了28亿元 有网友就评论称 这房产投资 我也是贡献了一部分 而令人感到意想不到的是 这一位服装业的巨甲 还凭借着大手笔买房的方式 逐步成为了亚马逊 Apple Facebook的房东 那说起Zara创始人 这个阿曼西奥奥尔特加的财富故事 要知道 他是从底层崛起的亿万富翁 1936年 他出生在西班牙的一个平民地区 家庭是经济拮据 8岁的时候 奥尔特加全家搬到了 偏僻的渔港小城 拉克鲁尼亚 而这里是西班牙传统的 纺织服装工业中心 这也是奥尔特加奋斗的起点 有一次奥尔特加的母亲 想给他买点糖果 可是商店老板却说 不能再让他赦账了 奥尔特加觉得十分的受辱 暗自发誓要却挣钱 绝对不让母亲再次受辱 那这个事件之后第二年 13岁的奥尔特加便辍学了 在一家为富人定制衬衫的 高档裁缝店打下手 工作是把新做好的衣服 送到客户的家里 从设计到交付 流程中的利润 让他是艳羡不已 几年后奥尔特加是进入一个 高级的服装店工作 那当奥尔特加负责销售一款 精致的女士夹棉睡袍的时候 他就发现这种睡袍 深受女性消费者的喜爱 但是由于价格高昂 鲜少有人问津 于是他就想要抓住机会 决定自己生产 这个物美价廉的睡袍 所以1963年 奥尔特加创办了一家服装厂 并且是顺利生产出了 类似的睡袍款式 送到当地商店来售卖 由于是符合市场需求 而且价格实惠 奥尔特加的睡袍销量火爆 而服装厂规模迅速壮大 十年之间员工就增加到500多人 但是好景不长 上世纪70年代 石油危机爆发 一家德国企业 临时取消了一大笔的订单 而奥尔特加也是濒临破产 他决定放手一搏 自产自销 1975年 ZARA这个品牌也就应运而生了 那凭借着时尚的设计 和清明的价格 ZARA是迅速崛起 并以燎原之势火遍全球 目前ZARA已经是成为了 全球排名第三 西班牙排名第一的服装商 并在87个国家和地区 设立了超过2000多家的 服装连锁店 备受全球时尚青年所青睐 那靠着ZARA的高速增长 奥尔特加是于2015年 第一次问鼎 世界首富之列 那随后呢 更是四次登鼎 撼动了长期被科技巨头 霸占的全球资产版图 而奥尔特加的财富呢 来源除了有ZARA母公司 这个硬地坊集团 还有来自地产投资的财富 也是功不可没 通过炒房 它创造了惊人的价值 2001年 奥尔特加旗下的 硬地坊集团IPO 在过去18年 奥尔特加有目的地 将其获得的分红 投资到地产当中去 集团上市以来 奥尔特加已经收到 超过90亿美元的股息 而2019年预计其股息金额 约达到17.7亿美元 并且表示将会继续投资地产 奥尔特加为此 创办了地产投资公司 负责在全球范围内 帮助其收购房地产物业 公司年度的业绩显示 截至2018年底 房地产投资的价值总额 是为97.67亿欧元 同比增长达到11.5% 公司录得应占利润18.17亿欧元 同比增长23% 那根据福布斯的数据显示 如果只算房地产投资的话 奥尔特加的财富 也能够排进全球前20 那么在这个财富增长的路上 奥尔特加的投资策略 可以说是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它的投资策略是极为的谨慎 它倾向是有稳定现金流的 商业地产项目 多投资办公室 商场 以及酒店项目 尤其是热衷在大企业 集中的黄金地段来购买地产 而且是从来不涉及住宅地产 因为他认为商业地产项目 尽管说盈利能力有限 但是胜在足够稳定 而且是更有利可图的 住宅项目波动性太大 并不是他投资的最佳选择 那对于一般人而言 在买房时凑齐首付并不容易 而财力雄厚的奥尔特加 经常以全现金的方式 是收购房产 2011年他是击败了著名地产商 铁师门拿下了 马德里地标建筑 毕加索大厦 他取胜的原因之一 就是能够以全现金的方式 来支付这笔高达4亿欧元的交易 那一次性能够拿出31个小目标 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了 那么来看这笔买卖的价格 也是十分的合算 在2007年的时候 毕加索大厦估值达到8.5亿欧元 受欧洲债权危机的影响 奥尔特加只是花了一半的价格 就将这座大厦收入囊中 西班牙之外 奥尔特加最偏爱投资 美国商业地产项目 他的物业遍布到西雅图 旧金山 纽约和华盛顿 而彭博亿万富翁指数就显示 过去六年 他在美国投资的房地产 合计超过30亿美元 包括收购曼哈顿历史悠久的 豪沃特大厦 迈阿密最高的办公大楼 等等的地标性物业 此外还包括像迈阿密海滩边上的 整个街区 纽约百老汇大道上 最古老的铸铁大楼 以及芝加哥的戏院等等 就在三个月之前 他还花了2.3亿美元 在华盛顿买了一栋12层的办公楼 这个位置就在白宫旁边 看得到这个扎尔的版图 地产版图是越来越大 阿尔特家炒房并不是为了低买高卖 而是以赚取租金的方式创造现金流 他偏爱具有良好信誉的顶级租户 且优先选择大型跨国公司 今年三月他在西雅图就出手过一次 以6.5亿元收购Troy Block综合楼 那其实巧合的就是 这是亚马逊在西雅图总部的所在地 而他在11月份在美国西雅图买的办公大楼 也是Facebook的第二总部所在地 Facebook的员工也是占据了大楼面积的一半以上 这样一来阿尔特家同时就成了 扎克伯格和贝索斯的房东了 此外他对苹果所在的物业也是情有独钟 2012到14年间 累计耗资超过2.6亿美元 收购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瓦伦西亚 以及巴黎的三处苹果旗舰店的物业 目前阿尔特家的大部分物业出租 租给了英地坊旗下品牌 同时也租给H&M等竞争对手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自己的公司 旗下品牌出租物业时 收取的租金也是毫不心软 以至于外界都质疑 这个英地坊是不是故意支付 那个高于市场的租金 来买他的租他的楼呢 同时这位前世界首富 将物业持有方的公司 是放置于税率更低的国家 来获得税收上的实惠 2018年投资公司的租金收入 就达到3.62亿欧元 就其房地产的业务收入而言 51%是来自欧洲 46%是来自美国 3%来自亚洲 2016年2月 奥尔特加是以3.3亿欧元 收购了韩国民洞的22层大厦 首次进军亚洲房地产 奥尔特加投资地产 有一个重要的准则 集中在稳定的主要国家 尤其是首都 其中英国也是他最喜欢 最青睐的地方了 所以我们看奥尔特加的房产投资 有一半也是压住在英国 包括伦敦最核心的地段 换句话说 这个来自西班牙的世界首富 最喜欢在英国投资 甚至在英国陷入脱欧困境之后 它依然继续加码 那么事实我们也看到 即便如此 但欧洲核心区的伦敦的楼价 其实并没有跌 反而是有一定的上涨 由此来看 我们要想成为首富 不光要学着他会卖衣服 同时还要回来炒房了 要看好这个世界的格局